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经文显示 即使是心怀好意的人 也会遭到许多分心打岔的事 使得他们常常心愿消失或半途而废 除非他们被神赐力量兼顾到底 所以他祷告求神引导他的脚步遵行神的话 然后他也祈求神加给他力量来征战 不许什么罪孽挟制我 由此可见 主在我们里面运行动了善功成全善功 使他创始成中善功 主先使我们意志领受正确的爱慕 热心趋向 感动兴起追求之心意 然后主使着选择热心努力 不会半途而废 向目标迈进 最后使我们恒心忍耐 持守到底 克敬其功 这都是神的大能作为 过去许多时代 有些人认为神的运行 是先带领人的意志 然后由我们选择顺从或抵挡他的运行 这是错误的说法 因为神的运行在我们里面 是大有功效的必然做成 所以我们必须拒绝那流行的叙述 主所吸引的人 是那些愿意被吸引的 因为此说法的意思是 主只是伸出援手 等待我们是否乐意接受他的帮助 我们承认在人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 是正直的 可以选择善恶 但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 落在悲惨的败坏状态 清除显明 人已经没有自由意志 除非神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立志行事 我们不可能有良善的意志与行动 如果他只是伸出援手 提出小小的恩典帮助 还要我们靠自己来选择与努力 则我们能做成什么呢 我们靠自己只会忘恩负义 忽略或贬损他的恩典 使徒保罗在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所教导的 并非说如果我们接受 则使我们意志良善的恩典就会赐给我们 他乃是说主借着他的圣灵 引导扭转掌管我们的心 以完全的主权治理我们的心 他应许赐圣灵给他的选民 借着先知以西节所说的 并非只是使他们有能力遵行他的诫命而已 乃是使他们必然实际去遵行